大家好,我是鵬,今天帶大家看石梨村的粉紅色天橋 好,不要說那麼多,看看怎樣去 乘的士坐巴士,也有巴士可以直接上到石梨 或者去到後面打磚平街 乘坐小巴或巴士就會看到這裡 一個小巴站或巴士站在對面下車或前面下車 之後看到球場位置,旁邊就會有一條樓梯上去 樓梯上去就比較快一點 我們現在沿著樓梯上去 其實兩邊都可以過,不過樓梯就快一點 來到這個位置 看到這棟大廈的後面已經是 不過我打算穿過商場涼著冷氣慢慢過去 我們現在去商場 首先我們要連上兩層 上來就要轉一轉右邊 右邊我們看看Like球鞋的資料 就是這個球鞋造成的扣槍 這裡是Like有說的 還有這些回收的球鞋 石梨這個球場結合了可持續發展和藝術的元素 全新的面貌展示在屋村社區 球場表面用了2萬隻運動鞋 還有收的物料呢 還有鋪成的 打算看過用2萬隻Like鞋造成的球場 喔!封了 四個位置都封了 坐升降機都不可以上 按停台都是按不到的 這裡有通告說 美化工程由3月29日到這個令行通知 為什麼這麼多發佈是5月25日呢 奇怪奇怪 然後問了管理員 他說還未完成 剛才也看過 其實都封閉了 很多地方都不能進入這個球場 所以這個球場發佈是有些錯誤的資訊 我們現在去看看這個粉紅天橋 看完這個Like球鞋 我們繼續轉身 繼續在這邊走 之後呢 再進入呢 就可以穿過商場 可以這個石梨的一旗那裡 我們現在是二旗 在這條石梨的天橋 一旗二旗的天橋中間 下面你會看到一個石梨街市的 懷舊建築 即懷舊設計 就是模仿之前的石梨屋村的設計 等一下我們先看看 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建議這個方法 就是穿過石梨商場 我很容易講解給大家聽 看到扶手電梯就下去了 接著一個U-turn 我們去看剛才那個 特別的建築 我們又要穿過這個 石梨的街市 先進去看看 是新款街市的裝俗 很特別 很特別 哇 舊 這上面就是 這上面做到屋村 外圍就沒什麼特別 但這上面都是設計到 好像舊的屋村 可能剛才只有一個打卡位 就是那個門口 就是在天橋上面 看上去那個位 就應該只有那個打卡位 我現在就在繞過去 那個打卡位 我先看看 就是這個打卡位 哇 這隻眼睛 我小朋友的時候 很怕這隻眼睛 但那個是扔垃圾 不是釣貼的 這個眼睛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石梨 然後就是石梨 然後上面那一屋就是 是一個浪山竹 很相似 下面就是一個巴士站 這是31號B的巴士站 看看 然後進去街市看看 這些舊式的長椅 衣場椅 然後標貼 這些懷舊的槍開關 這些街鑽 加上這些椅 只有一隻鳥 完美 做到懷舊的感覺 整個感覺馬上變成熟 好了 看完這個懷舊位置 進回街市 穿回剛才進去街市的位置 直走就會去到粉紅橋 Let's go 好 一出了這個街市之後 繼續向前走 猜不到很快就看到粉紅的 這裡就是了 這個就是粉紅的行人天橋 都不知道叫天橋叫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斜坡 方便的人上落 還有拉車仔的地方 都不屬於天橋 先走一走 真的很粉紅的感覺 完全是不同 另外一條粉紅的天橋 就是大圍的 但是沒有那麼多一枝枝的東西 那個就是再長一點 真是行人天橋 然後通往火車位 還有去這個春翠村那邊 這個只是就這樣上 那我最好有回大機 因為可以拍鍋之後吞飾 好了 就是這樣完的了 這條天橋 就是這樣了 那這裡拍下去就可以了 用了zoom鏡的時候 錄下來是另一種感覺 那如果你是不喜歡的 那在這些隙子裡面 穿過穿過 拍下去的那些朋友那裡 也有另一種感覺 到我自己也要打壓卡 咦? 整個口罩都抵抵了 立刻了 那這條粉紅的行人天橋 就是這樣了 那這條粉紅的行人天橋 那這次的石狸打卡之旅呢 就到此為止了 那下次有些什麼分享呢 再和大家見 好吧 拜拜 喜歡就讚好分享給朋友看 訂閱完之後按鈴鐺 下次搶先第一批題 記得follow我們的IG仔 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有東西看 在下面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下次見 拜拜